因為在防禦旅館近期來並沒有相同的案件 不過這些東西要看到相關的基於定序 還有我們在調查房間的一個調查 不過在防禦旅館裡面的疫調 跟在社區的疫調都會同時的進行 而且在目前沒有這樣的一個打算 我最後也跟大家強調了 7加70比以往 就是我們在春節的方案都要來的嚴格 那除了7天的一個集中檢疫 加上7天的集中檢疫 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那入境前的PCR陰性 入境後的一個身後唾液 加上第6天第7天的一個PCR 然後在第4天要做自主的一個家用快篩 第13天14天再做PCR 整體來講就是用隔離跟檢驗 雙管併禁應該是相當的嚴格 同一間房間 在同一間房間應該沒有 那我記得這些房間旅館在進來的話 大概有兩個案例 但確定的數目可能要更精確一點 但是我知道不是同一間房間 對於現在目前我們大概沒有這樣的一個 就是說強制 施打疫苗的這樣的一個規定 但是我們希望大家還是為了要保護自己 保護社區 還是要把這疫苗打好打滿 那符合到第三季時間的人也盡快來施打 有很多種關係 起碼現在最重要的任務還是這個疫情 還有相關本部也有很多的業務 都同時在進行 那現在有訪念人士在爭取嗎 可是我不知道 我都沒有涉入相關選舉的事情